有个不可思议的小实验 最后一个精掉下巴 把纸剪成螺旋状 悬挂在一个木棍上 底下放个燃烧的竹台 纸条就像长龙一样盘旋 把纸剪成螺旋状 找一个竹签作为竹台 挂在上面 下面点一个蜡烛 旋转的旋转的 把垃圾袋剪成条形 在毛衣上摩擦几下 垃圾袋就能飘起来了 把垃圾袋剪成条形 在毛衣上摩几下 垃圾袋就会飘出起来 静电不够吗 头上摩几下 没用 把竹签在植物油里沾一下 这样插进气球 气球始终不会破 把竹签在植物油里插几下 插气球怎么插都不会破 确定吗 我怎么有点害怕 多放点油 放屁 年轻人不讲武德 往瓶子里滴些颜料 倒些水 把它泡在水杯里 就像海底火山爆发一样 往瓶子里滴些颜料 倒些水 把它泡在水杯里 就像海底火山爆发一样 但它爆发了一下 就完全静止了 不带爆发了 两个杯子中间放个毛线 你就能滴水不漏的 把水倒进另一个杯子 两个杯子中间放个毛线 水就能滴水不漏的 倒到另一个杯子 应该改成滴水不浸的 漏到桌子上 哈哈哈哈哈哈 天他妈倒进了 用胶带把鸡蛋固定在桌面 上面撒些食盐 就能轻松立起另一颗鸡蛋 用胶带把鸡蛋固定在桌面 上面撒些食盐 就能轻松立起一个鸡蛋 一点也不轻松 就能轻松立起一个鸡蛋固定在桌面